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素自然言过其实 不能违以众人 但是诸葛亮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派他镇守接亭 但是马素自以为是 违背诸葛亮的作战部署 执意在山上安营扎寨 最终被张河切断水盐 大败而归 接亭之战的失败 让第一次北伐功败垂成 施属军己无立足之地 诸葛亮不得不挥赖斩马素 第二大错 错杀魏延 魏延此人有勇有勇 形势刚蒙果断 曾为蜀汉立下汉马功劳 但是他性格桀骜不逊 任性而为 使得诸葛亮对他不太信任 第一次被罚时 魏延曾提出子无骨席谋 诸葛亮认为太过冒险 未曾采用 蜀汉后期本就人才贵法 诸葛亮却怀疑魏延部中将其杀害 造成了军中无大将的被动局面 第三大错 选信姜维 诸葛亮死前 将姜维选为接班人 将蜀汉所有的寄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然而 姜维虽然颇有将帅之材 但在安邦治国方面还差一些 没办法稳住朝中局面 受到蒋满费一等人的掣肘 诸葛亮死后 姜维先后进行了11次被罚 最终耗尽了蜀国的国力 让蜀国走向了灭亡 革命烈士姜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他以后能报销祖国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留学 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事 他的回答惹人争议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彭云即可观看